哈喽大家好是芒果 今天想跟大家录的是一个get ready with me 就是跟我一起化妆 今天其实我一整天是不准备出门的 但是我下午的想再加录一个穿搭类的视频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现在脸上是几乎没有上任何保养品的 因为我刚刚敷了一个Saborino的早安面膜 然后敷完之后就没有上任何东西 因为我敷完这个面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中间就去设个午饭 还是在做一下妆前的保养 那第一步呢 我会喷这个Caudalie的大葡萄喷雾 轻轻地把它拍一下 喷出来的水雾很细 所以说很好吸收 然后就起到一个立即补水的效果了 因为这种喷雾其实它是不能够长效的去保湿的 皮肤装感还挺不稳定的 因为可能快到生理期了 然后就长了很多这种小痘 然后脸上这边之前也有 我是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抱过痘的 那这次的话陆陆续续可能长了有六七颗痘吧 就额头中间这里就有三颗而且是很大的那种 不过我能感觉到现在就是慢慢的在变好 第二步啊用到的是这个利普斯泰的这个冻干粉 这是第二瓶了 我已经用完一瓶了 我拿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盒就是这样的 然后里面呢是有三个疗程 三瓶也不能说三个疗程吧 这应该是一盒是一个疗程 它这个一瓶的话只能用一个星期 然后里面还剩一点 然后现在准备开始用第二瓶 这个冻干粉呢最近其实挺出名的 这个是季南大学医药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研制的 然后叫利普斯泰 它是立体修护冻干粉 梅组里面呢是还有一个这个冻干粉 然后一个这个绒梅 还有一个是中间这个胶套 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喝那种 哎呀蓝皮或者什么的那种感觉 然后把这个绒梅加入这个冻干粉里 它其实不需要你怎么摇晃 就已经溶解的差不多了 然后再戴上这个胶帽 对这样一组就调配完成了 然后你使用前呢先把它摇均匀 把上面这个小白盖取下来 然后你再挤你需要的量就行了 我基本上是会全脸使用的 因为它这个质地非常的轻盈 你就跟化妆水一样 它不是像很多精华那种很厚重 或者很粘腻的感觉 这个立体修护冻干粉的功效呢 有两个 一个是表皮修护 还有一个呢就是肌肤受损修护 因为我自己啊 就是T区这一块是有毛孔粗大的问题的 那我用它用了这么一小瓶之后呢 我觉得我的毛孔肉眼看上去 就是不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它有变小 但是我在上妆的过程中就感觉粉底液 不是像以前那么容易卡进我的毛孔里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冻干粉还是有它的效果的 而且它这样一小瓶就你外出鞋带啊 或者是保存什么的都挺方便的 然后下一步呢我会用这个Dr. Brand这个Needles No More 然后它说是可以消除皱纹的这样一个乳液吧 然后会挤两泵在手上 我的表情纹这边 我的表情纹真的很严重 然后还有眼下的小细纹这里 我的头这边也会轻轻的擦一点 但是我会避开我痘痘这里 痘痘这里其实我就每天就是基础补水保湿 然后不会给它擦更多的东西了 这个乳液也是吸收的特别快 然后很轻薄的那种 因为我早上不太喜欢用特别厚重的乳霜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难吸收 然后很容易导致后续搓泥什么的 所以说我一般早上都会用这种比较轻薄的保养品 最后呢我会用一个这个Singular的 不是很确定怎么读啊 反正就是这个西班牙这个做安品很出名的这个品牌 这个小蓝胶涂抹在眼下 我以前其实不会在早上才眼爽的 但是现在我眼下会长一些那种小细纹 所以说我不敢不擦了 它不是特别滋润的那种 所以说它不会让我眼下长脂肪粒啊 或者长什么鼻孔之类的 然后会觉得这里的皮肤是有变紧致的感觉 但是我的细纹目前还在 那因为我今天不出门呢 所以说我就不准备擦防晒霜了 我们直接进入化妆的步骤 第一步呢我会用这个Smashbox的这个叫做 Photo Finish Foundation Primer 然后它这个是毛孔隐形的 嗯 质地呢是那种透明的 就是硅感非常重的那种 然后我同样也是会避开我的痘痘 这种毛孔隐形的产品其实每次用少量就够了 我刚刚挤的还算有点多的 擦完之后呢我还是会搭配这个BECCA的这个 这个First Light Priming Filter 之前在我视频里好像都说过 我最近的化妆步骤差不多都是这样 就底妆部分 这个妆前颅也是特别轻薄的那种 所以说你不需要等它吸收或者干嘛 推开之后就可以立刻去上后续的foundation 今天底妆呢准备用季凡希的这个Mathism Velvet 然后我一开始买回来感觉我好像色号买深了 但是先用下来觉得其实还好 可能很深 可能是因为夏天也晒黑了一点吧 然后我会挤大概1.5泵左右 然后我今天还准备跟这个KIKO的 Last is Better的这个高光液混合一下 是之前在英国买的 如果你关注我很久的话 应该见到过 我当时买的时候超喜欢的 但是很久没有用过它了 在手背把它们混合 这款粉底液我之前也已经夸过了 这侠力度挺好的 这毛孔的效果也很好 上完底妆之后是不是痘痘就没之前那么明显了 还不错吧 我把你们稍微拉近一点好了 要不然好像看不太清这个 底妆的效果 这样OK吗 我每天其实化妆花最长的时间就是在拍底妆上 我就特别享受那种拍底妆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治愈 下一步上遮瑕 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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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呢是我过生日嘛 就刚好进一节 然后又放假 紫若跟傻子他们又来找我玩 然后我们去吃了海底捞 广州的海底捞 最近有那个学生折扣 大学生折扣 支付宝通过了大学生的验证的话 他就可以享受6.9折 所以还是挺划算的 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是大学生了 但是他们俩还是 然后我们是吃的那种四宫格 有一个是牛肉汤 一个番茄汤 还有一个青牛和一个牛油 然后我觉得番茄和牛油是最好吃的 吃完海底捞以后我们去逛街 然后在优衣库买了一些衣服 买完衣服发现优衣库的天猫旗舰店又打折 而且因为我开了发票 所以说就不能退了 还是挺生气的 买亏的 然后回家吃蛋糕 看歌手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 对生日不是特别重视的人 因为我爸妈从小就给我的那种感觉 就是对我的生日也没有特别重视 我记得小时候顶多就带我去买这件新衣服 或者是吃个肯德鸡什么的 对付一下 就对生日没有太大的概念 其实 所以说我觉得就这样就已经过得挺好的 就是那种佛系过生日 没有太多的活动 然后我最近定妆呢 用到是NYX的这个 叫做HD Finishing Powder 我的色号是Translucent 它就是透明的 但是它的粉看上去是白色的 还是之前这个空扇星雨的02号 因为我的眼下算是比较干的嘛 Laura Mercier的那个散粉的话 就可能会造成眼下的卡纹 这个刷子真的太好用了 强烈推荐 刚刚讲到过生日嘛 就是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对生日不是很重视的人 然后我知道有一些人就是自己过生日的时候会特别兴奋 就感觉这一天是属于自己的 但是其实我还好 我不会 清明节我们是放三天假的 然后我感觉这三天过得特别快 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感觉还没开始放假呢 假期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下个星期要上六天的班 上完眼影打底之后 还是用这个Laura Mercier的散粉 我感觉这个散粉已经快被我用完了 这个刷子是Mais Coe的 这个也是之前他们品牌寄给我的 然后这把刷子我还挺喜欢 所以一直在用 它是纤维毛的 但是很软 卡其色彩的眉笔 我现在想一想 我感觉可能眉笔的成本本来就很低吧 这个只要9块9 而且还挺好用的 我的眉毛里都有长一颗抖 我估计你们看不太出来 可能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 它这个背面还有附一个眉刷 然后放假第二天呢 就在家待了一整天 赖床赖到大概12点才行 然后吃了个午饭就已经两三点了 然后下午呢我们看了闪铃 就是最近那个头号玩家不是特别火吗 然后它里面有一段是至今闪铃的 其实闪铃我之前已经看过了 但是他们俩都很想看 所以说我们又看了一遍 我在这里想讲一下 其实我并没有觉得头号玩家有多么好看 我不是觉得它难看啊 当然就是我觉得它是个还不错的电影 但是大家就都那么疯狂的推荐之后呢 我就觉得一般 我自己不怎么玩游戏 所以我不太能够理解那种游戏的情怀吧 不过每个人喜欢的电影风格不一样嘛 所以这个也无所谓了 可能我这个人就是喜好比较奇怪吧 其实闪铃我我也觉得没有特别恐怖吧 就没有我想象中的恐怖 虽然我之前已经看过了 然后但是我也忘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一定的年代感了吧 然后那个年代做特效什么的就不像现在那么厉害 所以看的时候没有给我很强的冲击力 然后很多情节也是似曾相识的那种嘛 所以就不过觉得很害怕 今天的眼妆呢我准备画的简单一点 所以说我准备用Kiko的这个眼影笔来画 然后我的这个色号是37号 它是一个九红色 我准备先把它涂在手指上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眼影膏来用 因为我觉得直接涂上眼皮的话不太好掌握范围 感觉我这支视频都在讲自己不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我这个人是对那种大家都说好很热门的东西 我会很想去尝试 但是我其实是存疑的 然后我对他们的标准呢可能也会比较高 尝试之后发现它没有达到我的标准 我就会有点失望 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有看那个偶像练习生 其实我一共只看过37吧 但是我昨天晚上看那个直播的时候 我节目组给他们安排就是有家人的视频 然后我觉得挺感人的 每年能回家的时间也不多 尤其是上了大学之后吧 其实回家的时间蛮少的 前几天我妈还打电话来 就问我说五一回不回 但是五一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来找我玩 所以说五一我也不准备回去了 感觉我妈还是挺想让我回家的 就生日前几天她就开始暗示我 就说哎呀最近钱够不够花呀什么的 就可能妈妈也觉得 给不了你别的什么帮助或者什么的 就只能在经济上支持你一点 其实我自己是那种就我喜欢什么的话 我有这个经济实力我就会去买了 你想要犒劳自己的话随时都可以的 不像以前 以前我是觉得要花爸妈的钱嘛 所以就是总想帮他们省着一点 所以说我现在的生日就更加不重设 但是能跟朋友们一起度过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今天的眼影换的一般般吧 反正我的眼影 我的技术也就这样了 这两天广州降温了对了 这两天广州降温了 挺冷的从昨天开始降的 之前广州都到30度 然后这两天又降到20度 最低只有十几度吧好像 但是我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穿我新买的外套了 而且我觉得就天气凉的话 我其实挺愿意给你们拍这种穿搭视频的 因为太热的话真的不想动 懒得动 Vinus Marble这一盘里面的这个Honeymoon 这个色这个色超美超级美 而且特别的闪 然后点在眼球的中央 因为今天光线不太好 所以说你们可能看不太出来 涂了睫毛膏以后 感觉瞬间眼睛就变大了 修容还是用KA的这一颗 配合我的Lolita02号刷 收纹打好之后呢 最后一步就是腮红了 我今天想用的腮红是Sleek的这一块 叫做Flush 935号 然后它是一个看上去非常非常浓的红色 就是这种红 其实我自己还挺喜欢这种比较深色的腮红的 然后我要用的腮红刷是 这个云端的 我之前好像看到B站的一个up主叫做雨哥 它有跟云端就是合作一款化妆刷 我倒是觉得那个特别好看 但是因为我自己的刷子已经有很多了 所以说就没有买那个套刷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用它家的刷子 我觉得质感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颜色我也非常喜欢 是这种咖啡色的 然后这个刷子呢是火苗型的 取粉力也非常的不错 我之前对上腮红一直有个误区 就是我觉得上腮红一定要用大刷子才好看 但是我用了这个刷子之后呢 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用小刷子的话 你其实更好熨染一些 因为大刷子你一般拍上去 没办法像这样很精细的去熨染边缘 这个系列的刷子是细光风羊毛的 所以说洗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 不要暴晒 最好洗完之后用刷套把它套起来 你看像我这个就是洗完之后套起来的 所以说它完全没有变形 然后高光刷我也是用它家的这个 同一个系列的蛇形的刷子 就是比较扁的这种 然后用来刷高光也是特别的合适 我觉得它家的这个刷型都做得非常好 上鼻梁的高光 沾取一点这个自生堂的WT905 刷在鼻梁 然后呢我会再沾取这个essence的pure nude highlighter 你看这个刷型 它就是可以很好的刷到你的颧骨这里 而且这种蛇形的高光刷 在沾取高光的时候不太容易飞粉 好的 高光也刷完了 唇膏我今天用一个比较有气场的颜色好了 就是NARS这个cruella 这个断了 我惊呆了 差点把它吃进嘴里了 我觉得NARS这个唇膏鼻 我真是搞不懂它的设计 为什么一定要做成这种自己削的 因为它实在是太顺滑 太软糯了 所以说很容易断呢 好像好了 来吧 搬近一点看一下 看一下我的成品妆容 看一下我今天的妆 我觉得配这个唇膏还挺好看的 其实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get ready with me 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妆容有什么看法 都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告诉我 我自己觉得还挺满意的 尤其是配这个唇膏 我觉得还挺搭的 那就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视频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这个立体修护洞嘎粉 啊 我的 我的指甲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